大家好,我是不良博士 一个不正经的正经博士 川普最近在中东玩的风生水起 促成了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 还值得一满地要冲击诺贝尔和平奖 这脸皮不愧是他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场 不休不足以谈现代战争的风神之战 也是川普能在中东作为作福 美国能在中东纵横百合的底气之援 1990年8月2日凌晨2点 深夜的巴格达尔 一片安宁 阿希拉普宫的地下掩体内灯火通明 伊拉克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萨达姆坐在指挥中心中央 逼着头若有所思 美国大使的话在他脑中反复萦绕 突然他黑亮的眼睛里猛地射出一道幽光 粗黑的大手将桌上的科威特地图 拍出一个掌印 打 声若雷霆直达边境 严正一带的共和国威队 似龟山恶虎向科威特城扑去 华盛顿白宫 一份简报被匆匆放在椭圆形办公室中 总统的办公桌上 布什总统微笑着放下两得统一的情况通报 在拿起这一份时 脸色瞬间铁青 仅用时一天 萨达姆麾麾下最精锐的钢铁洪流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想想一同阿拉伯世界的美好明天 想想标秉史册的丰功伟绩 萨达姆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 科威特已成为伊拉克第19个省 台湾危机正式爆发 这将是涌载史册的一场战争 也是惊醒国人的一场战争 是后人沿袭现代战争必修的一刻 我做这个视频主要也是想了解 除了钱和石油 萨达姆还看上了科威特什么 科威特紧邻波斯湾 美军为什么放弃擅长的两栖登陆作战 空袭38天 地面100小时 沙漠风暴何以成为人类战争分水岭 为什么说海湾战争是苏联解体的丧终 要深刻理解海湾战争 我们需要先回顾当时的历史大背景 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9个月前 柏林墙轰然倒塌 波兰等东欧国家接连巨变 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走到尽头 全世界的目光和精力都集中在德国统一 东欧巨变和即将来临的苏联解体上 此时美国无暇顾及中东事务 苏联在中东影响力将和日下 中东正处于一段冷战旧格局破灭 世界新秩序诞生前夜的战略真空期 在这个节骨眼上 美国主义大使格雷斯皮 还给萨达姆说了段模棱两可的话 我拥有来自总统的 旨在寻求与伊拉克建立更好关系的 直接指示 我知道你们需要资金 我们对此很清楚 且有我们的意见是 你们应该拥有重建你们国家的机会 但是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冲突 没有意见 如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分歧 说白了就是我的主子说了 你们阿拉伯内部的事 我们不管 这给了萨达姆幻想的空间 在下令发兵前 他曾对外放言 过去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 今天出现了空缺 本地区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实力自由行动 显然 萨达姆口中有实力的人就是他自己 在这个十岁时铁棍就不离声的孤儿眼中 只要你够胆 没有什么抢不来 此时的伊拉克刚刚打完八年两一战争 在阿拉伯世界以对抗伊朗的功臣自居 倚靠中东第一军事实力成为地区小霸王 一统阿拉伯世界的美好幻想 时常在萨达姆眼前美滋滋地晃游 那就先从科威特下手吧 目的无需遮掩 抢钱抢油抢海岸线 首先八年两一战争让伊拉克变成中东困难户 欠下大量外债 科威特就是大债主之一 科威特面积虽小 却是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拥有一千一百亿美元资产 和一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 无奈欠钱的从来都是爷 穷极则抢 炎红已久的萨达姆翻桌子就不认账 第二 科威特虽小 但石油运藏量却占世界总量的近10% 和伊拉克的运藏量几乎相同 吞下科威特后 萨达姆手中的石油资源直接翻倍 占了全球总运藏量20% 当时美国尚未发展出液研器开采技术 每年石油需求的50%依赖进口 而进口石油中有54%来自海湾国家 一举抓住了美国的能源七寸 萨达姆露出了轻蔑的微笑 莫说中东诸国 就是老美日后成为世界老大 不时跟我萨某人说话也得客客气气的 第三 强海岸线 伊拉克仅拥有阿拉伯和入海口 那段狭短的海岸线 尚与伊朗存在领土争议 导致伊拉克的经济命脉 石油出口只能通过路上管道借到他国 这让萨达姆有种石油出口 没有完全被自己掌控的不爽 科威特虽小 海岸线长度却是伊拉克的4倍多 且拥有众多优良港口 正合萨达姆胃口 诡异的是 萨达姆还对外宣称 伊拉克屯并科威特与东西德统一 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都是分离出去的土地回归祖国 因为伊拉克从未承认 科威特在1961年的独立 萨达姆的算盘打得霹雳啪啦响 但是能源后院生变 美国岂会让他遂愿 事实证明萨达姆天真了 穷疯了 失算了 也要悲剧了 侵略发生后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就通过了 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 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第660号决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应最激烈 苏联也没有支持他过去的盟友 阿拉伯国家中有14个谴责 12个赞成出兵 从全球到中东 萨达姆人人狠打 8月7日入侵发生5天后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沙漠盾牌计划 分两阶段向海湾地区运送40到45万兵力 开战前夕 美军在海湾总兵力达到43万 海陆空精锐进出 装备坦克装甲车4000余辆 飞机1200余架 直升机1500架 舰艇100余艘 包括6艘航母 便有39国出兵海湾组成联合部队 总兵力约80万 伊拉克这边通过多次动员和征兵 陆军从入侵科威特前的53个师增加到77个师 总兵力已达120万人 装备方面有770架作战飞机 1万辆坦克装甲车 看到简报上坦克数量对比这一项时 萨达姆又黑粗糙的脸上又露出标志性的轻蔑笑容 我共和国卫队的钢铁洪流天下无敌 此一战打赢美国震慑世界 我萨某人将成为世界领袖 10月3日收到东德成功并入西德的消息后 不时了却了一桩大心思 情报还显示 国防部以低价搞来了东德军火库中的苏式最新装备 伊拉克装备的所有苏式武器 对美军已无任何秘密可言 不时微笑起身 望向远处一架架离地起飞的C5重型运输机 不禁脱口 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孙子兵法军行偏有烟 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萨达姆在幻象的驱使下 抢了再说的爽在前头行为 就属于典型的后者 而美军在科技上的代差优势 和开战前的缜密部署 就已注定了这一战的胜局 此时 美一双方的百万雄狮 沿一杀 柯沙边境一字排开 大战将至 波斯湾近得可怕 1991年1月17日凌晨2点39分 夜色震撼 古城巴格达尚在沉睡 萨达姆在阿希拉普宫的温柔乡里 水的香甜 从全国获选或抢来的美人 每晚都把他服务得很好 在遥远的伊拉克边境 夜色掩护下 9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火力全开 伊军两座边境空防雷达站 被瞬间摧毁 伊拉克防空体系 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30架F-127夜鹰隐形战斗轰炸机 呼啸而过 雨凌晨3点 准时飞抵巴格达上空 沙漠风暴 首轮空袭正式打响 波斯湾上 116枚战斧巡航导弹的 斯明滑坡夜空 飞行千里 精准命中巴格达的预定目标 35枚常规空射巡航导弹 从B-52战略轰炸机上同时发射 向着共同的目标 巴格达飞驰而去 顷刻间 火海点亮了古城的夜色 伊拉克空军司令部 空防行动中心 通讯中心 电信大厦 发电厂 输电站等战略设施 被定点清除 一军一体化防空系统 通讯指挥系统遭受重创 爆炸声传来 萨达姆砰的一下 从床上坐起 多年从军经验 让他意识到 敌方来偷赢了 但是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萨达姆 也没有想到 美国人的空中突防能力 尽到了神鬼莫测的程度 利用空中优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率先将敌方通讯指挥系统打瞎 美军方一出手就震惊世界 而这才只是大规模空袭前的开尾菜 进入第二轮空袭 美军目标转为夺取 科威特战区制空权 重点打击伊拉克空军部队 和科威特境内的 一军防空系统 由于一军将其大部分飞机藏于战前精心修筑的加固掩体中 多国部队从23日起寄出一件法宝 近1000公斤重的加固弹 可钻地激光制导炸弹 可直接攻击藏在掩体内的飞机 为避免空中力量被全歼 伊拉克飞机慌不择路 越过边界逃往伊朗 结果被扣留 1月27日 布什宣布 伊拉克空军已失去战斗力 多国部队已掌握了制空权 塑清天空 美军仅用了10天 苍穹清静 天空成为美军战机任意驰骋的设计游乐场 伊军地面有生力量成为第三轮空袭 赶尽杀绝的新目标 萨达姆麾下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 遭到美国空军的死亡追杀 为了躲避空中打击 伊军精心伪装其坦克和装甲车辆 不惜将其埋进沙漠 但令他们绝望的是 即使如此 也逃不过科技挂逼的火焰 2月初的一天傍晚 美军F11超音速战斗轰炸机的一位飞行员发现 利用前世红外装置 可以发现埋藏在沙漠中的装甲车辆 使用AGM-114地域火反坦克导弹 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单个坦克目标 其后 坦克射击游戏在全军推广 伊军装甲部队被重创 为了截断伊军退路 美军炸毁了横跨迪格里斯和右发拉底河的几十座桥梁 切断从巴士拉到科威特的铁路线 使伊军的后勤供应变得极为困难 三轮空袭38天 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11.2万架次 仅损失45架 摧毁了伊军大量装备和攻势 伊军前线部队的战斗力下降了50% 少数部队的人员装备损失甚至达到70% 位置靠后的精锐部队 共和国卫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25%以上 人在前线做雷从天上来 这仗打的真窝呢 气得萨达姆大骂娘细皮 当然是阿拉伯预版 更让他无奈的是 科威特境内的指挥控制系统基本瘫痪 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时段时序 萨达姆找不到指挥官 指挥官找不到下属部队 勤急之下派通信员的原始方法都用上了 伊军在空袭期间被完全压制 被动之下只能乱射飞猫腿导弹 但在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严密防卫下 并没有造成实质伤害 反而让爱国者一战成名 导弹打导弹的现代作战概念 也第一次在实战中被严正 伊拉克的导弹主要打向以色列 因为不少阿拉伯国家战前宣布 只要以色列出兵海湾 他们立马撤出联合部队 萨达姆希望以此拉以色列下水 分化多国部队 但在布什的安抚下 以色列选择了忍 此外 伊军装甲部队还因海岸线南下 短暂占领了沙特城市海夫吉 但被美空军截断后路 打掉援军后沦为困兽 被多国地面部队轻易歼灭 萨达姆战前曾说 空军不可能决定地面战争 这是所有战争证明的规律 最后一个证明就在越南 看着眼前的一切 萨达姆愣住了 想想战前自己说过的话 这个刚愎自用的枭雄 不禁也有了疑惑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 如果空军不可能决定 地面战争的证明过程写在越南 那么高科技现代化空军 将决定战争胜败的最新证明过程 就写在萨达姆黑肥硕大的脸上 满满一脸 由此可见 萨达姆的作战思想还停留在 二战结束后形成的机械化 大兵团作战思维 认为空中打击只能挠痒痒 真正决定战局胜败的较量 还是地面军团的硬碰硬 显然他错了 海上的战斗同样摧枯拉朽 美军波斯湾编队以极小的代价 几乎全歼伊拉克海军水灭舰艇 共击沉机上一舰艇143艘 破坏了伊拉克的所有海军基地和港口设施 攻占了波斯湾北部的所有石油平台 牢牢控制了波斯湾海域的制海权 空军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陆军战斗力大损 伊军士气遭到沉重打击 但是萨达姆并不防 因为空袭过后 美军地面部队就要开进来了 就要直灭共和国卫队那钢铁洪流般的疾风了 颤抖的应该是他们 经过38天不间断的精准轰炸 美陆军部队发动地面战役 进场收割伊军残余势力的条件已经成熟 2月24日凌晨4点 布什一声练下 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 四个战役集群在500公里边境线上 依次向伊军发起了攻击 沙漠风暴 地面作战终于拉开帷幕 萨达姆苦苦等待的地面硬碰硬终于来了 毕竟他精心打造的 麾下最精锐的 全数装备T-72坦克等最先进苏西武器的王牌部队 共和国卫队还未投入战斗呢 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 伊军共部署了42个师 其防御布置失从苏联 步兵部队首先围绕边境和海岸线布置 防范敌方抢滩登陆 并利用纵身防御持致敌方进攻 装甲部队在后方纵身地带布置 四机进行反冲击支援作战 而共和国卫队作为王牌 沿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线一字排开 守卫共和国边境基本盘 是将美军抵挡在国境之外 然而萨达姆把防御重心 放在了东南方向的海岸线和边境线 尤其将反两棲登陆作为防卫重点 疏忽了西面伊拉克与沙特接壤的广大沙漠地区 原因在于就连伊军自己 在这片荒芜人烟的沙漠也会迷失方向 沙海就是萨达姆眼中的天然屏障 但戏剧性的是 美军后来左勾拳计划的主攻方向 恰巧就在此处 该计划将从西面切入伊拉克纵身地带 包围科威特境内敌军 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面对茫茫沙海 B101空中突击师用60架VH-60和40架CH-47支弩杆运输直升机横穿沙漠 在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导引下 载运士兵直插伊拉克纵身280公里 封锁了巴格达与科威特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道路 8号公路 将伊军主要退路切断 使大批从科威特城撤出的伊军车辆拥塞在一起 成为空中打击的火把子 有了GPS 萨达姆眼中的天欠 瞬间变成美军的通途 飞机能过 坦克也能过 搭载GPS的美军M1坦克 即使遇上沙尘暴也不会迷失方向 在东面 第一路战是在布尔甘油田附近与伊军展开混战 在空地一体化作战模式下 美军通过综合运用近距离空中支援 炮兵 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等火力 粉碎了伊军防线 至第二天午夜 该师推进到具科威特城仅16公里的地方 死伤战暴似雪片般飞入阿希拉普宫 还屡屡被歼 萨达姆那双凶狠的眼睛第一次出现闪烁飘忽 他表情痛苦 用力举起不情愿的手 对传令官清白了两下 伊军随后对外宣布 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 无条件撤兵 消息传到华盛顿 布什在脸上泛起斯文的微笑 不禁脱口 找他妈干嘛去了 反手写下四个大字 下发全军 继续进攻 直到此时 伊军惨动起美军的主攻方向在西面 而非东南海岸 匆匆从东部调兵袭颈 但为时已晚 萨达姆的一纸撤兵命令 更加速了军心崩溃 让美军对伊军的包围变成了一场屠杀 防范美军两栖登陆 是萨达姆投入精力最大的防卫工作 但预期中的登陆作战 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 根据最初的设想 美军拟在科威特海岸 进行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大规模登陆作战 并为此集结了一支1.7万人的海军陆战队 但考虑到 故事将原定的沙漠军刀计划改为阳攻计划 并实施了5次小规模登陆行动 旨在是一军确信 多国部队将在科威特海岸实施两栖登陆 好一记障眼法 孙子兵法 十几篇有云 兵者 伟道也 不能而失之不能 用而失之不用 近而失之远 远而失之近 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27日地面作战进入第四天收尾阶段 美帝其军绕后包抄到伊拉克边境 与部署在此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狭路相逢 美帝其军展开全部力量 向共和国卫队的塔瓦卡尔纳什 麦迪纳什和汉默拉比什 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进攻 M1与T72正面对垒 双方在大漠展开了开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 共和国卫队不愧为精锐之师 对美军展开顽强抵抗 寸步不让 然而随着夜幕降临 美军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 M1坦克拥有更先进的夜视和防护装置 而共和国卫队的T72坦克 却只能在夜色中对准美军闪光的炮口还击 加之阿帕其攻击直升机的空中火力支援 共和国卫队三个装甲是几乎被全歼 由于多国部队地面作战的顺利程度超乎战前预料 布什不得不将结束战争这个本来遥远的议题 提到决策日程上来 由于多数盟国 尤其是阿拉伯各国反对入侵和肢解伊拉克 又受联合国决议限制 布什决定见好就熟 给伊拉克保留一定的军事实力 也可以牵制另一个眼中钉伊朗 维持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 2月27日晚9时 布什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 科威特已经解放 美国和盟国的所有部队将终止进攻性作战行动 至此地面作战历时100小时火速结束 四风卷残云 秋风扫夜 4月11日安理会宣布在海湾正式停火 台湾战争正式结束 总结来看 除了科技装备领先 空地一体化的现代化大法等 美军还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OKR目标管理 二是战前的运输奇迹 先说OKR 在地面作战中 为适应快速多变的战场需求 美军广泛采取委托式指挥 就是只下达需要完成的任务和实现 而不刻板的规定完成的办法 为一线指挥官留下充分的自主权 避免了整个作战指挥体系的呆板僵硬 其实这就是互联网圈大火的OKR管理模式 30年前美军和布什大爷就已经在采用了 再说运输奇迹 美军战史上耗时如此之短 战场运输距离如此之远 运送人员装备如此之多的情况 上述首次 仅空运第82空降师这样的轻型部队 到达海湾战场 就需要动用908架次C141 和71架次C5A远程运输机 运输过程中 美国在全球建立的基地网络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印度洋狄格加西亚 德国拉姆斯泰因 西班牙莫隆 土耳其尼切尔利克 塞浦路斯等 成为战略机动的起始点和中转战 最终 美国通过空运 送达了50余万人员 占总数的99% 堪称运输奇迹 此一战 一军死亡2万 受伤8万 5300辆坦克装甲车被毁 占战前数量的一半 战前部署在科威特的43个师 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 萨达姆偷击不成18米 而美军仅占亡148人 美军没有赔人 更不赔钱 在军费上 科威特承诺出资135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 允诺支付战费的50% 并预先支付了150亿美元 日本答应资助90亿美元 德国55亿美元 据统计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 德国 日本 韩国等十多个国家 为美国提供了约540亿美元的 现金或实物援助 美国只负担了战争费用的20% 这一战发生在中东 影响却在全世界 此前 东欧接连发生巨变 内部的支离破碎 让华约组织名存实亡 敌队集团北约 又在海湾战争中 展示出压倒性的优势 让本就人心离散的华约 彻底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海湾停火后 仅一个月 华约就停止了一切活动 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解散 这一战也敲响了苏联解体的丧钟 格尔巴乔夫在海湾战争上的态度 引起苏联保守派的极度不满 直接引发了819政变 苏联解体就在眼前 12月25日 格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一天之后 苏联最高苏维亚的决议 从法律意义上宣告了苏联正式解体 冷战格局倒塌 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战后 美军没有从沙特撤出 而是改为永久驻扎 却不曾想沙特是伊斯兰圣地麦加索在国 美军这一行为饱受伊斯兰世界谴责 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头号敌人 海湾战争过后 西方基督教势力和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文明冲突 替代了美苏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了世界政治主流 一开始 美国的敌对目标设定 还在红色残余势力和激进伊斯兰势力之间徘徊 911事件爆发后 美国最终将敌人锁定为激进伊斯兰 将中国问题寄望于所谓和平演变 中国因此迎来一段宝贵的和平发展窗口期 并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实现经济腾飞 紧接着 08年奥运会 10年世博会 13年一带一路 15年亚投行 20年领导全球抗议 中国的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突飞猛进 美国人期待的和平演变 连个毛线都没发生 等美国在中东打了十几年反恐战争后才发现 他们忽视中国太久了 这才有了近两年 特朗普对中国激进歇斯底里的疯狂打压 海湾一战 美军向全世界展示了现代化高技术武器的可怕 是现代战争的作战思想 作战样式 作战方法 指挥方式 作战部队组织结构等产生重大变化 直接颠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传统战争观念 一场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世界性军事革命 就此开启 海湾战争也是美国摆脱了多年来 一直影响自己的越战综合症 增强了其干预国际事务的野心 波黑 南联盟 索马里 海地 科索沃 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 美军靠高科技 空中力量 一招先炸变天 苏联不在了 老子想打谁就打谁 30年前的海湾战争也惊醒了中国人 要知道 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和共和国卫队比 还有点羞涩呢 一种强大的危机感驱使我们 必须实现军队现代化升级 30年过去了 中国军队也早已换了模样 今年 歼20B开始量产 加装推力矢量发动机后 歼20B成为比肩F22的全球最先进五代隐形战机 在未来战场 我们也有了突破敌军重重空防网络的夜阴鬼魅 在经历运石大型客机项目的折戟城沙后 我国自研的首款大型运输机运20已在三年前列装部队 标志着中国空军在面向全球的战略空军转型中迈出歼11步 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军的空中运力焦虑 未来 我们也会有千里钓兵 万里激动的豪迈 直实的大规模服役让我们有了自己的阿帕齐勇士 长剑石让千里追凶不再是战俘的专利 东风26弹道导弹让航母有来无回 雷斗导航系统让我们也开了天眼 讲到这里我都有些小激动 为了我们的军队 为了这些高科技武器背后的科研人员 弹幕可不可以全是中国红 古往今来 没有一分一秒的和平是白来的 正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和这些大国重器 撑起了国家的太平 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危险 而是有人在危险发生前就替我们扼杀了他 多事之秋还需继续施衣尝继 中国人不惹事 但从来不怕事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必须要有成熟的猎枪 谢谢大家的观看 注意我们的主播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下期见